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费才幽灵 这一期咱们依旧是来试玩 神斗士摩根的人物演示 然后这一期咱们选择的是 恶体的撒家 因为这个版本啊 它里面只有恶体的撒家 没有办法 它人物不是很多啊 很多人物它没有开发出来 这是技能版面啊 我们看一下撒家的技能还是挺多的 拳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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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 都挺棒的 看一下 轻角 好这是一个轻角 两段的轻角接一个重角 然后接一个反向此分之一角 反向此分之一角 是一个圆起 这个是打下牌的 这招还错 一个瞬移的技能 反向此分之一拳 这是一个跳投的攻击 我怎么把光束拳给打出来了 下面应该就是光束拳了吧 光束拳 纵拳和轻拳一个速度比较慢些 一个速度很快 速度快的话 他这个就是 范围不是很大 速度慢的范围很大 还有什么技能能打到吗 这脚的这个技能 哦 不是的 不是不是的 是拳 拳的技能 是两个拳一起啊 现在站在反面 没有按伤 就是两个拳啊 四分之一 两个拳一起啊 这个可以追击啊 这个可以追击啊 只能追击一次 也挺爽啊 追击一次啊 他这个技能 本身打击面就很广啊 而且在版面直接可以打到版面 这个技能特好 反向的 哦 这个要近身 近身才可以啊 但是速度挺快 有这个 类似光复权的技能 近身的光复权 带一个小特性 这个技能有啥用啊 他还有连击显示 哎 但是他起不来 我只要放这个技能 他就起不来 我不放弃一下 完了 他 他已经起不来了 这家伙起不来了 怎么办 倒地不起了 他不跟我玩了 喂 喂 不管哪 他倒就倒吧 那我们超杀怎么演示呢 我看一下超杀能不能打到他 完了完了完了 超杀也打不到他 咱们切换出去 等会儿再来试一下 再来试一下 好的 咱们重新载入了一下啊 他刚刚是倒地不起耍赖 不和咱们玩了 你重新载入以后 又很大拉拉出来 给咱们自己玩 刚刚知道哪一个技能啊 啊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啊 他是有连击指数的 这连击指数还不消失 意思 意思是让我继续追击 追击是吧 追击以后 哎 消失了 消失了 难道和我这个技能有关 这个技能 会不会就是 把敌人就是定身了 不是防御那种 你看他血潮不恢复啊 而且 刚刚这个连击指数他也不消失 只有我打了以后 然后他会消失 哎 这套恢复 应该是这个毫无啊 呃 有机会我去那个 实战的时候来试一下 咱们这边不耽误大家时间 继续看下一个技能 幻龙魔皇拳 也是把人打个短暂的这个定身啊 类似于这个 激晕的效果 直接也是从板边打到板边 非常好的技能 撒加这些技能都是 非常好用的 好 直接看毕杀7 银河星暴 他的速度啊很快 还有一个 这个可能是要禁锯的 光速拳 毕杀7的光速拳 带特写 过去撒加的这个 魔性的笑声啊 看看撒加的 第三个普通的必杀器 没打到 第一个 一词原空间 他有一个停顿 只要你起身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不试防御 反正被他碰到 基本上就中不着了啊 再看一遍 还剩两个超杀 这也是一次元空间 超杀版 色解会多一些 最后一个 直接瞬移过去 超杀版的银河星暴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超帅 银河星暴和那个 处女座杀家的天魔降组 我都是非常喜欢 不过这个版本里面没有杀家 也没有这个普通版的 撒家 只有恶体的撒家 好的 咱们这一期的人物演示 就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